《紅樓夢》第九回 分裂子李貴成身戚 真頑童冥煙鬧書房 話說秦邦業父子 尊後賈家的人來送上學之信 原來寶玉急於要和秦中相遇 誰摘了後日一定上學 打法人送了信 到了這天寶玉起來時 習人早已把書不聞脈 收拾亭檔 坐在床園上發門 見寶玉起來 只得服侍他疏洗 寶玉見他門門的 一問道 寶姐姐 你怎麼又不喜歡了 難道怕我上學去 丟得你門難清了不成 習人笑道 這時那裡的話 讀書是很好的事 不然就老到一輩子了 終究怎麼樣呢 但只一見 只是念書的時候想著書 不念書的時候想著家 總別和他們一處還鬧 碰見老爺不是玩的 雖說是粉之要強 那功課寧可少些 一則貪多著不懶 二則身子也要保重 這就是我的意思 你好歹體諒些 習人說一句 保育應一句事 習人又道 帶無衣服 我又包好了 交給小子門去了 若學女冷 好歹想著添換 比不得家裡有人照顧 腳奴手奴也交出去了 你可逼著他們給你籠上 那一起懶賊 你不說 他們落得不動 白凍壞了你 保育道 你放心 我出外頭 自己都會調停的 你們 也可別換死在這屋裡 長和林妹妹一處玩才好 說著 他以穿戴整齊 習人吹丹去見賈母 賈政王夫人 保育又祝福了情文 蛇穴幾句 放出來見賈母 賈母也不免有幾句祝福的話 然後去見王夫人 又出來到書房中見賈政 偏生這日 賈政回家祖 正在書房中和青客上宮門說閒話 忽見寶玉盡來請安 回說想樂去 賈政冷笑道 你要再提上學兩個字 連我也收死了 依我的話 你竟玩你的去是正經 漢仔細 站裝了我這個地 靠裝了我這個門 眾青客都起身笑道 老細翁何必如此 今日世卿一去 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 段不赤往年 形作小兒之態了 天也將犯時了 世卿竟快請罷 說著便有兩個年老的 攜了寶玉出去 賈政恩問 跟寶玉的是誰 只聽見外面 答應了一聲 早進來三四個大漢 打遷而請安 賈政漢時 是寶玉乃母的兒子 明媛你貴的 恩向他道 你們整日家跟他上學 他到底念了什麼書 倒念了些流言運話在兔子裡 學了些精緻的逃起 等我走一走 先揭了你的皮 再和那不掌重的東西算盡 嚇得你貴 亡雙膝跪下 摘了母子碰頭 連連答應時 又回說 歌兒已經念到第三本詩經 什麼柔柔綠明 何葉浮平 小的不敢殺荒 算的滿座 哄然大笑起來 賈政也仗不住笑了 恩說道 哪怕再念三十本詩經 也是掩耳道靈 哄人而矣 你去學旅請太爺的安 就道我說的 什麼詩經古文 一概不容虛應故事 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 是最要緊的 你貴亡答應時 見賈政無話 方起來退出去 此時保育獨站在院外 停聲靜後 等他們出來同走 你貴等一面彈衣服 一面雪道 歌兒可聽見了 先要揭我們的皮 人家的奴才 跟著只賺些體面 我們這些奴才 白賠著挨打授馬 從此也可憐見些才好 寶玉笑道 好哥哥 你別委屈 我明以請你 你貴到 小祖中 誰敢望請 只求聽一兩句話 就有了 雪著 又自賈墓這邊 巡中早已來了 賈墓正和他說話呢 於是二人見過 遲了假母 寶玉忽想起 未遲代玉 又忙至代玉仿中來作詞 起時 代玉再窗下 對鏡李莊 聽寶玉說上學去 欣笑道 好 這一去 可是要禪功折跪了 我不能送你了 寶玉道 好妹妹 等我下學再吃晚飯 那燕之高子也等我來再仔 撈透了半日 方秋生去了 代玉 忘又叫著 問道 你怎麽不去慈禮寶姐姐呢 寶玉笑而不答 一勁同秦宗上學去了 原來 這二學也離家不遠 原是當日始早所立 孔族中子弟 有力不能言詩者 即入始終讀書 凡族中為觀者 皆有幫助銀兩 以為學中高火之費 舉年高有德之人為屬師 如今 秦寶二人來了 一一都互相拜見過 讀起書來 自此後 二人同來同往 同喜同坐 月家親密 兼假無愛識 也常留下秦宗 一住三五天 和自己眾宣一般看待 恩見秦宗家中不慎寬 又助謝衣物等 不想一兩個月功夫 秦宗在榮府裏便管熟了 寶玉 忠是個不能安分守理的人 一美的隨心所欲 因此發了辟醒 又向秦宗肖說 我們兩個人 一樣的年紀 放誘同窗 以後不必論宿疾 只論兄弟朋友便是了 先是秦宗不敢當 寶玉不從 只叫他兄弟 叫他表字勤興 秦宗也只得 混著亂叫起來 原來這學中 雖都是本族子弟 與親戚家的子疾 俗語說得好 一龍九種種種種各別 未免人多了 就有龍石溫習 下流人物在內 自秦寶兒人來了 都生得花朵兒一般的模樣 又見秦宗緬點溫柔 味語鮮紅 脅脅修修 有女兒之風 寶玉又是天生成慣 能作小伏低 陪身下起 性情體貼 話語前面 他二人又這般親厚 也遠不得拿起同窗人 起了嫌疑之臉 背地裡裡言我語 夠脆遙得 布滿書房內外 原來 涉盤至來王夫人處住後 便知有一家學 學中 廣有青年子弟 偶動了龍陽之興 因此 也假樹來上學 不過是 三日打雨 兩日曬網 白送些促收禮物 與假待遇 卻不曾有一點而進益 子徒結交些契弟 誰想這學內的小學生 逃了涉盤的銀兩村吃 被得控上手了 也不消多記 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 也不知是那一房的親卷 未考真姓名 因生得無美風流 滿學中都掃了兩個愛好 一個叫香蓮 一個叫玉愛 別人雖都有羨慕之意 將不離於如子之心 只是 懼怕涉盤的威勢 不敢來瞻野 如今 秦寶二人一來了 見了他兩個 也不免勸見善愛 亦知是涉盤相知 未敢輕舉妄動 香玉二人心中 一般留情於巡捕 因此 四人心中須有情意 只未發出 每日一入學中 四處各座 卻八木勾流 或徹然託意 或泳桑如柳 遼以深照 卻外面 至為避人眼目 不料 偏又有幾個滑策 看出營景來 到背後 枝眉弄眼 滑咳嗽陽聲 這也非止一日 可考 這日待遇 有事回家 只留下一句 七言對戀 令學生對了 明日再來賞書 將學中之事 又命長孫假稅管理 妙在 涉潘如今 不大上學 應謀了 因此 秦中 趁此和香蓮 龍明擠眼 二人假出小宮 走至後院說話 秦中先問他 家裡的大人 可管你交朋友不管 一語未了 只聽見背後咳嗽一聲 二人嚇得忘回故事 原來是窗友 明金榮的 香蓮本有些聖急 便修路相激 問他道 你咳嗽什麼 難道不許我門說話不成 金榮笑道 許你們說話 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 我只問你們 有話不分明說 許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 幹什麼故事 我可也拿著了 還賴什麼 先讓我抽個頭兒 我們一聲而不演語 不然大家便翻起來 秦鄉二人便急得飛鴻的念便問道 你拿著什麼了 金榮笑道 可言拿著了是真的 雪著又拍著手笑樣道 貼的好燒餅 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 秦中香蓮 二人又氣又急 望進來 向賈瑞前告金榮 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 原來 這賈瑞最是個圖片而抹行子的人 每在學中 已公報師 勒索子弟們請他 後又助著竊盤 逃聲銀前走肉 一任竊盤橫行霸道 他不但不去管的 反助就違約討好 天那攝盤本事浮平心醒 今日愛冬明日愛西 近來有了新朋友 把香玉二人丟開一邊 就連金榮也是當日的好友 自有了香玉二人便見棄了金榮 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 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幫襯之人 不願竊盤得身厭咎 只願香玉二人不再竊盤根前提攜了 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干人 也正躁讀他兩個 今見秦鄉二人來告金榮 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 雖不敢苛斥秦中 卻拿著香蓮作法 反說他多事 著實搶百了幾句 香蓮反肚了沒趣 連秦中也散散的 各歸坐位去了 金榮越發得了意 搖頭白咀的 口內還說了許多閒話 欲愛偏有聽見 兩個人隔著姑姑滋滋的 各起口來 金榮只一口咬定說 方才明明的撞見他兩個 嘴後軟女親嘴摸屁股 兩個相已定了 一對兒論長度短 那時只顧得自亂說 可不妨還有別人 誰知早有觸弄了一個人 你到這一個人是誰 原來這人名換賈場 亦是寧婦中之正派元孫 父母早忙 從小跟賈真過活 如今獎了十六歲 被賈蓉生得還風流盡超 他兄弟二人 最傷親厚 常共喜居 寧婦中人多口雜 那些不得自的勞卜 尊能造言誹謗主人 因此 不知有什麼小人 夠脆搖奪之詞 賈真 想亦聞風得些口聲不好 自己也要些避嫌 如今 竟婚與房謝 令賈場搬出寧婦 自己立門戶過活去了 這賈場外相寄美 耐性又充敏 雖然應明來想學 也不過虛閹眼目而矣 仍是鬥雞走狗 想花月流為事 上有賈真溺愛 下有賈蓉康座 因此 族中人誰敢足役於他 他寄和賈蓉最好 今見有人欺負秦中 如何行醫 如今自己要挺身出來報不平 心中且度負一番 今榮假稅一等人 都是蝕大叔的相知 我又要蝕大叔相好 唐話我一出頭 他們告訴了老舌 我門喜不相和喜 又要不管 這謠言說的大家沒趣 如今何不用計制服 又止釋了口聲 又不相連綿 上筆也裝出小工去 走至後面 肖肖把根保育書 和冥煙叫至身邊 如此這般調配他幾句 這名煙乃保育第一個 得用且有年輕不暗示的 如今聽假場說 今榮如此欺負秦中 連你們的爺保育 都乾年在內 不給他個知度 下次愈發狂眾了 這名煙無故 就要欺壓人的 如今得了這信 又有假場助著 便一頭盡來找金榮 也不叫金相功了 只說 姓今的 你是什麽東西 假場 朵一朵 虛子 故意整整衣服 漢漢日映兒說 正時候了 誰先向賈瑞說 有事要早走一步 賈瑞 不敢指他 指得除他去了 這類明煙走進來 便一把抽著金榮問道 我們躁屁股不躁 管你雞巴雙肝 還說沒躁你爹罷了 你是好小子 出來動一動你冥大爺 下得門屋中子弟 都茫茫的痴望 賈瑞忘渴 明煙不得殺野 金榮氣王了面說 反了 老財小子都敢如此 我只和你主子說 便奪手要去話打寶玉 秦中剛轉出身來 聽得老後笑得一聲 早見一方掩啞飛來 並不知何人打來 卻打了賈南賈菌的座上 這賈南賈菌 亦是榮府近派的眾孫 這賈菌少姑 其無痛愛非常 書房中與賈南最好 所以二人同座 誰知這賈菌年紀雖小 志氣最大 極是逃棄不怕人的 他在位上 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 暗座金榮 飛燕來打冥煙 偏打錯了 落在自己面前 將個池燕水壺如打粉水 潑了一書墨水 賈菌如何醫得 便罵 好臭浪的門 這筆都動了手了嗎 罵著 也便話起演台來要飛 賈南是個省事的 忙按著演台極厚怨道 好兄弟 不與我們相干 賈菌如何忍得住 見按著演台 他便兩手抱起書甲子來 照這邊賴去 忠視身小力薄 卻賴不到 反賴到寶玉 秦中岸上便落下來了 指定豁朗一聲 那在桌上 書本、紙片、筆、演等物 殺了一桌 又把保育的一碗茶 也紮得粉碎茶樓 那賈菌即便跳出來 要抽打那飛燕的人 甲榮此時 隨手畫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 地合人多 那女經得揮舞長板 冥煙早吃了一下 亂揚 你們還不來動手 寶玉還有幾個小屍 一名掃紅 一名塞藥 一名墨宇 這三個豈有不逃棄的 一起亂揚 小富養的 動了兵器了 墨宇 誰撤起一根門褻 掃紅塞藥手中 都是馬鞭子 蜂擁而上 賈碎 急得難一回這一個 勸一回那一個 誰聽他的話 事行大亂 縱橫童 也有幫著打太平拳坐落的 也有膽小 藏過一邊的 也有立在桌上 拍著手亂笑 學著星儀叫打的 當時頂廢起來 外邊幾個大瀑人 李貴等 聽見裏邊造反起來 忙都盡來一齊學著 問事何故 眾聲不一 這一個如此說 那一個又如皮說 李貴 且渴罵了名煙等四個一頓 念了出去 巡宗的頭 早撞在甘榮的板上 打去一層油皮 寶玉正拿寡襟子替他有 見學著了眾人便令你貴 收書拉馬來 我回去回太野去 我們被人欺負了 不敢說別的 首禮來告訴歲大爺 歲大爺反派我們不是 聽著人家罵我們 還吊疏人家打我們 明煙見人欺負我 他豈有不為我的 他門反打過 而打了明煙 巡宗的頭也打破了 還在這裏念什麼書 李貴勸道 歌兒不要性急 太野既有事回家去了 這會指為這點事 去豁草他老人家 倒顛得我們沒禮次的 意外主義 那裏的事情那裏了結 何必驚動老人家 這都是歲大爺的不是 太野不在這裏 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裏的頭腦了 眾人看你行事 眾人有了不是 該打的打 該罰的罰 如何等鬧到這田地還不管呢 假歲道 我腰學著都不聽 李貴道 不怕你老人家老我 數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 所以這隻兄弟不停 就鬧到太野跟前去 連你老人家日脫不了的 還不快作主意 思路開了吧 寶玉道 思路什麼 我必要回去的 巡宗哭道 有金榮在子裡 我是要回去的了 寶玉道 這是為什麼 難道別人家來得 我們倒來不得的 我必回明白眾人 領了金榮去 又問李貴 這金榮是那一房的親戚 李貴想一想到 也不用問了 若說起那一房親戚 姑媽 李那姑媽 只會打船摸兒 給我們年二奶奶跪著借當頭 我眼淚就看不起他那樣的主子奶奶 李貴忙渴道 偏這小狗養的 知道有這些嘴咀 寶玉冷笑道 我只當是誰親戚 原來是橫嫂子質疑 我就回去向他問問 說著便要走 叫明煙盡來包書 明煙盡來包書 有得意揚揚的道 爺也不用自己去見他 等我去找他 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咧 故想一兩車子拉進去 當著老太太問他 喜不省事 李貴忙渴道 你要死咧 仔細回去 我好不好先除了你 然後回老爺太太 就說寶戈兒傳視你吊疏 我這女好容易控勸了的好一半 你又來生了新法兒 你鬧了學堂 不說變個法兒 壓適了才是 倒還在火裡奔 明煙停了方不敢造聲 此時假碎也生恐鬧不清 自己也不乾淨 只得委曲來央告秦中 又央告保育 先是他疑人不肯 後來保育說 不回去也罷了 只叫金榮陪不是便罷 金榮先是不肯 後來經不得假稅 也來逼他權陪過不是 李貴等 只好勸金榮說 原來是你起的頭兒 你不這樣 怎麽了局呢 金榮強不過 只得與秦中作了個憶 寶玉還不依 定要蓋頭 假碎 只要暫色此事 又肖肖的勸金榮說 俗語云忍得一時份 終身無煩惱 未知金榮從也不從 請聽下回分解 我給她看 有了 很希望 有了 看 我明白 知了 我會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